四五月份也是大连的樱花季 这两天大连最早一批樱花开了 好不多说 买上带大家去欣赏 槟城专属的春日浪漫 有着百年历史的劳动公园 每年都是大连樱花 盛开最早的地方 今年四月十二号 这里的樱花便进入了盛花期 春风中早樱土蕊 摇曳生姿 怎能不让人流连忘返呢 今天天气非常好 然后带着家人一起来 劳动公园赏樱花 今天的樱花开得特别的美 喜欢可以一起来打卡 樱花和其他花最大的特点 就是它的花瓣上面 有一个缺刻 这个是它的一个独有的特点 再一个就是它的这个花梗和这个花鳄桶 这个部分是有轻微的绒毛的 那现在我们劳动公园正在盛放的 就是这个单瓣的早樱 一般花期的时间 大概是七到九天左右 紧接着盛放的就是我们的碗樱 我们看到这个是单瓣的 那碗樱就是虫瓣的 那顾名思义就是它的那个花瓣的数量 要比这个单瓣的要多很多 四月十九号二十号左右 那么我们的晚应就次第就开放了 眼下已经进入了踏青赏花的好时节 但仍然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期 希望大家不要聚集错峰友 戴好口罩文明友 守护好我们来之不易的抗议成果 不负春光 不负每一位奋战 樱花时节 人在画中有好惬意 人与自然相伴相生的美好 这是无以言表 位置